自从张老师十年前从羊蒲搬到虹口之后 每天早晨就多了一个习惯 张老师家楼下不远处有一家糕团店 卖他爱吃的年糕团 今天他又来了 热气腾腾的糯米团被揉搓均匀 压成饼状 加上松脆的油条 包上咸菜或者芝麻粉 卷成拳头大小的团子 就是这里最特色的年糕团了 像今天这样买点糕团和老邻居聊聊天 是张老师退休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景象了 然而在计划供应的年代 一个人一年只能领到三级年糕团 想买得多还得脱关系 可见像这样随意拿年糕团当早点 对当时的张老师实在是无法想象 数年之后 我还没得到 在宋庆的高度呢 我转过来呢 可比中规为它设计比较硬 我想上海的高度了 很浓啊 转上去到设计了 一转到宋庆的高度了 我就想到他就上海高度了 我说我去高度了 我说我去高度了 然后我就上海 所以因为可能一个人我 蹦跚蹦跚下 这也是家乡的大历子 好好好 蜂蜂啊 吃好多澳大利亞吃 对吧 去吃了色体了 我们吃了好 就要了放心 嗯 怎么说说的呢 小小们就得过去了 轻轻说小小嘴了 然后再打个嘴 再去吃 再去吃 五块钱不到的年糕团 配上自家的鸡蛋和红薯 这并不金贵的清晨第一餐 不仅打开了 他们家常里短的画匣子 更满足了老两口 穿越年代 长久处于饥渴状态的味蕾 对张老师和他的爱人来说 这朴素的糕团 吃的是回忆 是怀旧 那么对于现在的年轻一辈来说 糕团又是什么不一样的滋味呢 因为制作关于食物的节目 我们在微博上 关注了不少资深的食客 顺藤摸瓜 很快 一位名叫四小姐的博主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根据网民推断 这大概是一位年轻姑娘 年轻姑娘晒包包秀恩爱 我们倒是见怪不怪 但像四小姐这样 大张旗鼓的晒高 还是把我们震慑到了 如此对高情有独钟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经过私信的简单沟通 温柔的四小姐同意了我们的拍摄 四小姐本名姓赵 因为羡慕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赵依迪的爱情 她并也在网络上自称四小姐 得知我们正在拍摄关于高团的纪录片 四小姐毫不吝啬地邀请我们参加她的朋友聚会 聚会的主角之一 正是四小姐准备的一大块虫鸣糕 聚会的口语 宣传 好 哈喽 好笑死我了 来来来来 哎呦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啊 大吴 大吴 谢谢 你知道上次我晒这个愁明镜 切膏 炫富 絕對是 大款才是切膏的 我是抱著倒指了大腿 才變成大款的 好吧 偶爾客串而已 然後他們就都要定樣 原來 四小姐家在崇敏 大學畢業後便來到市區工作 隔三差五回家的時候 總會帶回一些崇敏的特色糕點 我經常回崇敏 我基本上半個月回去一次 每次回去朋友都會說 你帶點什麼什麼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我每次會帶出來 然後一個個一個個 一家家去送過去 這根細就直接切了對吧 其實這不是傳統的崇敏糕的吃飯 我知道呀 我也是第一次吃飯 那是文藝版 創新版 所以我驚歹了 將崇敏糕切成細條狀 加入酒釀燒煮 是崇敏的一道傳統甜點 這一次 四小姐和朋友 決定來點新畫樣 決定來點新畫樣 姐姐 把你家的崇敏蛋拿來 快來 哈嘍 把你家的崇敏蛋拿來 把你家的崇敏蛋拿來 快來 哈嘍 把你家的崇敏蛋拿來 只是四小姐和朋友們 把年糕丁換成了崇敏糕丁 年輕人果然玩的就是混搭 快去吃飯 來了 哎呦 上廚幫忙 今天阿姆吃好 下了 下雨 快快快 阿姆剛九年要送 謝謝媽媽 就練出來 母羊酒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我可以 我要吃高多的 我我我我我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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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湯剛剛端出來 朋友們就擺好了正式 這便是時下流行的 手機驗讀 當然 這只是一句玩笑 看得出來 能吃上這正宗的手工糕點 大家都想拍照留念 炫耀一番 軟糯地道的崇敏糕 在朋友圈備受追捧 得意歸得意 但麻煩隨之而來 崇敏糕夯實沉重 一來二去 聖誕力薄的四小姐 力不從心了 久而久之 朋友們解不了禪 只好給四小姐 支了一招 有時候呢 我就會偷懶 我就說 哎呀我忘記了 然後我就說 太麻煩了 我這次不帶了 他們說這樣吧 呃 我們老是叫你帶 你這個人又懶啊 然後就不給我們帶出來 我們就沒得吃 然後我們又想吃你家東西 那這樣吧 你就開個淘寶店 我們想吃的時候就在上面拍 然後 你就直接可以給我們寄出來嘛 然後我們也不用覺得是說 哇又麻煩你了 怎麼樣這種想法就沒有了 就這樣 四小姐被朋友們逼上梁山 兼聚當上了淘寶店主 生意談不上有多新隆 但網店 倒的確讓四小姐的生活 多彩了不少 像這樣的吃客聚會多了起來 對四小姐來說 這高團裡 大概就是分享的滋味吧 反正我知道你是最喜歡吃充門糕的 一天到晚跟我撈叨叨叨叨 從曬叨叨叨叨到冬天 我燒酒 酒家小人 燒的時間比他還長啊 但是這個湯沒那麼厚的 主要是他切得高漂亮 然後我下的蛋也好看 哦不要 你先有的蛋 你先有的蛋 對你